来看看学生们亮眼的好表现 高雄中山工商参加第48届全国技能竞赛 在中餐烹饪的部分不仅穿金带银 还产生了6年来的首位女时神 完成史无前例的6年霸 而面包制作也不遑多让哦 勇夺冠亚军 学生靠着扎实训练及长时间练习 果然获得高度肯定 第48届全国技能竞赛 中山工商学生在中餐碰饪项目穿金带银 第6年报回冠军 其中长相清秀的柯彩员 光是甩锅就练了一年 不过她认真苦练终于拿下金牌 虽然亚裔但非常开心 感谢学校及老师无私的教导 成为6年来首位的女时神 我有被吓到 为什么 就本来是觉得自己不会得名 比出赛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这次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就是利用课语啦 只有比赛前再稍微利用假日 加强一些训练 那主要就是学生他肯学习 然后学校提供很好的资源 此外这座以表情夸张的烘焙师为主角 双手弹吉他 摇滚的Rock手势相当神动 有墙内个人风格的艺术面包 制作选手黄晓婷也勇夺冠军 虽然在比赛过程中还忘记加校母 但是他临危不乱 顺利的拿下金牌 我就用一个表情很夸张的厨师 然后做其他延伸 然后一些有做面包 然后也有音乐的东西结合 就是有时候可能在练习的时候 会煮到最后 然后突然全部倒掉 就是又要重做一次 然后做这个都要花上 那个一整天的时间 除了金牌中餐烹饪内还拿下银牌 以及第四第五名 面包项目除了金牌也拿下银牌 中山工商校长林昭毅说 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全校师生余有荣烟 透过扎实训练和长时间的课堂练习 果然成效斐然 港独新闻张世民洪静怡 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